所有的战争都离不开情报的支持 而情报的获取主要依靠间谍人员来完成 在上个世纪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交战各国的情报暗战 毫不亚于正面的你死我活 虽然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但是情报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任何武器都无法比拟的 今天我们来介绍二战中苏联在德国设立的一场 一个收集情报的组织 它的名字叫做红色乐队 红色乐队情报组织为苏联的军队的情报 获取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因此也是历史上最为出色的间谍组织之一 它是由当时的比利时 法国瑞士等地的多个独立的情报小组组成 其成员的组成也大多是反法西斯人士 他们这个组织的人员 成功渗透到了德国的多个重要部门 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是苏德战争时主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由于这个组织大多是外国的共产党人士 和反法西斯反纳粹人士组成 所以苏联的高层还是对这个组织中的人员感到不信任 于是苏联方面就从本国派遣了许多年轻的情报方面的军官 来领导这个组织 可这些人对于情报工作缺乏经验 这就给红色乐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41年11月 这个乐队的重要成员 维克多苏库洛夫 在发电报的时候被盖世泰宝当场逮捕 过了半年 另一主要成员艾弗雷克在法国又被盖世泰宝抓住 这几个主要成员的落网对红色乐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使情报网页陷于瘫痪 但是泰宝对于被抓捕到人员想做策反的工作 计划让这些人给苏联方面发送假情报 但是红色乐队被抓的成员 卡茨和格洛斯勒格勒宁死不屈 在与德国舰叠进行了一系列的侦查和反侦查之类的斗争后 红色乐队幸存的成员也被分散到其他各国 至此红色乐队最后彻底解散